课文 最近课本插话闹得沸沸扬扬的 那你知道当年有多少课文也把你骗了吗? 我是专家 爱迪生救妈妈的故事曾经几次出现在人教版的课本中 说的是爱迪生小时候妈妈突发蓝尾炎 医生手术 而光线太暗 爱迪生用镜子聚集了油灯的光解决难题 且不说1886年才正式有了第一例蓝尾炎手术 而当时爱迪生已经39岁了 而且镜子聚集油光的灯更是无稽之谈 这个故事其实完全是根据1940年的一部电影改变的 还有爱迪生只是改进了电灯 而不是课本上说的发明了电灯 在前几年很忙的杜甫 课本上的画像其实根本不是杜甫 而是作者对照自己的样子画的 其他的还有李时珍 祖聪之等画像也是作者照着自己的亲属来画的 还有篇课文说爱因斯坦小的时候数学才考了一分 所以大家都认为天才小时候数学不及格 其实当时德国考试最低分是六分 一分才是最高分 还有富兰克林也从来没有在雨中放过风筝 后来倒是有科学家这样做过 当场就隔屁了 甚至有一些文章是直接从地摊杂志上摘抄下来的 你还知道哪些课本里的离谱故事吗